今天的發燒話題來看到 過年有不少傳統習俗 有民眾在網路上列出了八項習俗 包括搶頭箱、放鞭炮 還有初二回娘家跟發紅包等等 詢問大家認為哪一項習俗最應該廢除 而網友們普遍認為是放鞭炮 因為又炒又污染空氣 我們記者實際接訪 民眾點名的是搶頭箱 也有人認為年初二前 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娘家是個漏喜 教育部則是霸氣發文 認為結婚的女性想什麼時候回去就回去 廟門一開信眾手拿箱 蜂擁而進搶頭箱求好運 還有每逢過年鞭炮聲響車元宵 新春傳統習俗 從除夕到初五不間斷 除了搶頭箱放鞭炮 還有圍爐發紅包 受歲拜天公 除了回娘家以及銀神 但現在網友好奇詢問 哪項最該廢除 上街詢問多數民眾覺得搶頭箱危險不環保 網友們則是認為鞭炮聲 直言吵死了遇到屁孩真的危險 誘人幽默留言 只要放假其他通通廢除 包括這個習俗 初二才能回娘家 也可以解釋成說 初二一定要回娘家 過年這段期間 大家想要拜訪誰就拜訪誰 不用特別規定哪一天才能幹嘛 傳統習俗除了才能回娘家 但教育部臉書霸氣發文 是時候拋下過去傳統 讓結婚的女性有選擇權 想什麼時候回娘家就回娘家 提倡大家該回家就回家 我覺得還不錯 新一代觀念與時俱進 傳統習俗民眾接不接受 見仁見智 這十全高紫耀台被報導 是否則不接受到